云门四十纪年舞座道合之后 艺术总监林怀明归零在出发 推出双舞座白水围城 白水明亮淡雅围城浓烈激昂 云门说两支舞座的明显对比 有如柠檬水跟福特加 其中围城用了俄罗斯音乐大师 肖斯塔高维希的作品 这个乐曲是他在二战炮火中写下的 充满哀伤和悲悯的音乐 林怀明说 世界和台湾各地最近灾祸不断 他致辞的时候还一度哽咽 他希望灾民们都能够回到日常生活 不要再有灾难发生 两支舞座都充满了对土地和人文的关怀 我们知道 我们心里也很痛 我们希望高雄的朋友 还有许多各地方的灾难 在加萨的巴勒斯坦人 在所有的地方 大家都能够回来过一个比较安稳跟正常的一个生活 我们也希望这样的事情不再发生 感叹这些年的世事动乱 与台湾近期的天灾人祸 新作发表会上 渔门舞级艺术总监林怀明红了眼眶 而心中的哀痛与不舍 都已注入在最新的舞作之中 舞者随着音乐相互称池摆荡 金黄奔逃 交臂反抗 这是林怀明的新作《围城》 《围城》这个名字 事实上是《围城众》 在《金刚经》里面问围城众 像围城 那事实上人的渺小像个尘埃一样 那样的这是我娶过来的 灵感则是来自于俄国大师肖斯塔科维奇 在二战晚期盟军轰炸古城 德勒斯登后所写下的第八号弦乐四重奏 我第一次听到这个音乐的时候 像一个安婚曲 像一个晚歌 所以这几年这些东西不断地在出现 我们还有高雄 还距离这里不太远 新变 不晓得还有什么 相较于《围城》 宛如福特加班的浓烈极昂 林怀明形容另一只星座白水 就像是柠檬水一样明亮清雅 主要的调子是Sati为主 所以钢琴舒服的安静的 它不是暴力的那种东西 是永远的 所以整个五十分钟的舞就是钢琴这样慢慢的 像水这样流过去 衣服全摆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舞 摄影师赵浩然在太鲁阁恒贯公路拍摄的山间大海水文集团 透过王毅胜的夹工变形 映照在中国服装名家马可操刀的纯白舞衣上 构筑出投影风景的辩证虚实 你会看到水的原来的面貌 然后经过彩色变成黑白 然后种种的变形 到最后出来告诉你说 这个都是电脑做出来的 那么这里面我想我在感叹的事情是说 我们多久没有看到真的水了 我们多久没有看到山或看到一棵树 我们都是从电脑上面来的 甚至于它那个东西给我们的影响 还远远超过自然的那个水给我们的影响 渔门四十周年纪念座道河之后归零再出发 双舞座白水围城将实事融进舞座之中 不难看见林怀民对土地与人文的关怀